日本积极打造反导弹蓝铁系统,即便最近和平的好消息不断,依然要烧钱满进老美精锐反导武器。 这说明,日本真正的意图并非对付其他小国的少量导弹,而是幻想着要趟恒东压别的大国。 去年2月,美国在夏威夷海域,成功试验了日本三日合作的陆基神盾反导蓝铁系统。 日本防卫省立即表示有意购买,取代原先打算购买的美国萨德反导蓝铁系统。 日本防卫省解释,购买陆基神盾反导蓝铁系统,是受到不断发展的弹道导弹的威胁。 日本作为加强防卫态势的对策,陆基神盾反导蓝铁系统,即比萨德反导蓝铁系统经济且高效,只要两座就能覆盖日本全领土安全。 日本防卫省还表示,购买两座陆基神盾反导蓝铁系统,共需约1600亿日元,约15亿美元。 以原来计划购买六座萨德反导蓝铁系统,至少共10月6000亿日元,约15亿美元要便宜。 日本传媒舆以及古罗大众对于2017年多次弹道导大飞越日本空域,落在日本经济海域的事件,记忆犹新。 因此,日本政府这一声称协议,又能大幅度加强国家防御能力的构想,没有受到反对。 出于历史原因,日本在宣视安全领域的动向,一直受到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,周年多个国家敦促日方疑视为鉴,恪守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承诺。 各国都希望,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,应当多多有利于增强地区互信,改善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。 去年5月,东北亚国家成功发射了飞行高度达2000公里的新型弹道导弹,具备了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制能力,更刺激了日本购买陆基神盾反导拦截系统的决心。 8月,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访日时,日本明确表明了希望完成购买的想法,对此邓福德主动回应称,每日一体化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很有必要。 在此,许多国家表示严重关切,反导问题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和大国互信,相关国家都表示日本因慎重处理。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布也表示,俄罗斯对日本反导项目计划感到忧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稳奇奇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